就算我签不清楚手足了它都只值三十来万 你跟我要三十八万 你这不是去抢钱啊 我这样讲这个料子你卖给行家的情况下 你要是能卖三十万我再给你三十万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刀 刚刚有一个老朋友联系我 他跟我说给我送一块让我发财的料子 因为呢也是很久也没有合作了啊 那么一起在这等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料子啊能让我发财 哎呀刀哥 哎呀走 来的 大一块料啊 给你发财的料子我拿过来了 我知道你跟我说了是发财的料子 什么料子吧你打给我看一下 来吧 别着急 他说让我发财的料子啊 先看一下 开窗的位那么大大一个开窗 莫万机的 对莫万机的 也这料子开窗面积够大 对随便看你打顶 嗯 这料子表现也还可以 种水料啊 勤底 品质还可以吧 怎么呀 怎么让我发财 你说一下我听一下 我先给你看一下视频你别着急 什么视频 还要先看视频啊 对不对 你看 密封都直接飞过来了 钱 会飞过来 你放心 你看吗 看到了看到 你的意思是密 密封在你这上面 趴了一下就能发财了 那必须的钱肯定是会飞过来的 你这里 就密封飞过来了 钱就飞过来了 那必须的呀 哎呀 那你的意思就这料子能切涨吗 是吧 对呀 肯定是会切涨的呀 你看嘛 盘子的多好 你拿飞机把它切了嘛 卖给我干嘛 你发财就好了 哎呀 我也想切的呀 这是我也早起换钱 早起换钱 你把它切了可以换更多的钱啊 哎呀 没时间了 我现在早起用钱 没时间了 我先看一下吧 好你先好好先看一下吧 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料子 密封都是往上面飞的 好吧 这料子来是一个木板机敞口的料子还是比较大的 应该目测的话有个 10多公斤啊 然后他这个料子是这一面 两面 大面积满窗 压灯的总水确实也还可以底色也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见没有 这个料子总水还是相当OK的 底色也是非常的浓 这种料子来说实话 就是切手镯的 干没有 全身开窗位置给你打灯 看一遍啊 它的开窗位置是没有看到任何裂的 证明这料子还是可以的啊 总水色都 OK 然后呢又没有看到裂 那这个料子独手镯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 是磨玩机敞口嘛 又不像废卡这种 如果说是废卡啊 那可能裂裂的概率很高 但这个料子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开窗的为这么大面积没有看到一点点裂啊 所以这个料子还是可以玩的 他说能够发财啊 看一下价格 阿丑啊 我说吧 这个料子 多少钱啊 我不多说了吧 我也找你换钱吧 这是五十八万给你吧 五十八万啊 对呀 就因为几个破蜜蜂飞了一下就要五十八万 哎呀不是破蜜蜂你也知道了这个磨玩机的料子是切一刀长一刀 知道没有磨玩机的料切一刀长一刀的 我给你讲一下阿丑 咱们都成年人不要聊这些花里胡哨的 这个料子为什么会有蜜蜂那是因为你在这上面打了糖水啊 所以呢把蜜蜂招来了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打糖水是为了让它更好看打灯更好看 说直接一点就是包装了一下就像人一样的去发了个妆 知道吗 而并不是说你这个招来蜜蜂就发财 那么你放点蜂蜜在上面那蜜蜂更多 对不对 哎呀对这对嘛 因为你放飞过来钱肯定都会飞过来 你放心 不要搞这种你打糖水本来就是 在行业里面美化它了你知道吗属于 我们行家虽然说知道但打糖水啊 因为是就像保养液一样的 打糖水呢经常会打 包括我的一些开装料啊 都会打一些糖水啊 那有的时候招蚂蚁来 对吧 他这个料子也是打了糖水的我们来看 看到没有 他就打了糖水啊他这种自然光胶感非常好 知道吗 这种来就是说隔着两个手机 你们可能 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在现场的啊 一眼就能看出来知道吧 我不给你扯那么多好吧 你自己 自己砍先办法砍了 你自己说吧 多少钱 我给你对低的价格吧 多少 48万吧 少给你10万块钱吧 你接着砍吧 接着砍吧 好吧 砍到我满意了我们就砍 不满意就算了 好吧 最后一口 嗯 38 最后一口价 我也着急用钱 这38万可以了 这个料子你是瓶子 是瓦卖38 你跟我讲一下 哎呀你看总锤嘛 他是什麼总锤你给我讲一下 莫西萨这个高品质总锤呀这个 什么藏口啊 什么藏口 莫安吉吗 对呀 你把莫安吉当莫西萨的卖呀 哎呀不是这样子啊 大哥 那是什么样子吗 你说他品什么值3万吗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吧 这品质一条手桌值了多少钱 万数吧 万数 对 你这个你刚刚叫多钱38万是吧 对 他这个有没有38条手桌 38条手桌 没有吧 没有 没有 你凭什么要38万 我怎么钱涨了都值不了38万 你跟我要38万 你不是闹着玩吗 我也着急用钱啊 你着急用钱是你的问题 你不能说你着急用钱 这个东西呢不值那么多钱 你让我买呀 对不对 这个手桌就像你说的 5万数 我们就算个两三万一条 这个料子十来公斤 他的手桌大概就是十来条 那钱涨了 就算我签不签出手桌了 他都值30来万 你跟我要38万 你这不是去抢钱呢 哎呀 对不对 生意不是这样做的吗 像你这样做的啊 哎呀 这样做我知道 会着急用钱啊 大哥 你要理解一下我嘛 你这个你找谁去理解都理解不了 你知道吗 懂了 我们两个也是老朋友了吧 不是 你先不要搞 你要这样搞的话 这个朋友 也不太老说实话啊哈 你也帮帮我吧 我也到时候帮我 我也过来帮你 也帮你来这个料子 我可以收 实话实说 我可以收 那么我再问你一下 你最高的价能给多少 我最高的价 对对吧 你最高的价 你看到要多少 你说吧 多少 5到8万 5到8万 哦妈嘞 不行不行不行 那你要 5到8万 直接包走 我要把它包回去吧 要三十多万 是吧 哎 三十万吧 三十多万不要了 三十万三十万 那你要是去找三十万的买家了 对吧 哎 看到了 你这料子你批怎么买三十万 那我这样讲 这个料子 你卖给行家的情况下 你要是能卖三十万啊 我再给你三十万 你要是能卖三十万的话 你卖给行家的话 当然你卖给游客就不 你招不招就用钱 我不管 反正你要是能卖给行家 卖三十万 我再给你三十万 那切涨了才是三十万 没切涨怎么办呢 谁 谁做这样的生意啊 哎呀 北途都这样子玩的 是不是嘛 有的是切涨 有的是切垮的嘛 是不是嘛 关键是切涨都值 都值不了那么多钱 你现在要别人拿这个钱来买 谁买 对不对 拿走 你拿走 拿走 把他们承担你这样 好吧 哎呀 我也把它拿走了 我不卖了 不卖不卖吧 嗯 那是好玩 我先走了吧 嗯 他这一天天的跟我闹着玩似的啊 那廖总说实话 切涨啊 就算说切了之后里面都没有链 能够出个十来条手镯 好不好才值个二三十万 等料子都还没切呢 就要二三十万 这种料子卖给行家 谁费买啊 谁费买啊 所以今天这个料子呢 就没弹下来 好吧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记录到这里 有喜欢刀割的 或者说想了解更多肥醉酸知识的 点赞关注 加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